3 2 1 启动仪式中巨大礼物盒出现白鸽与爱心大气球 市长谢国良跟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与多位贵宾 一起参加这场亲发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 除了呼应爱与和平的主题 也透过音乐艺术等主题进行台发双方的交流 吸引许多民众到场感受异国风情 市长谢国良说基隆的港口文化有很多值得向法国借进之处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港口文化跟很多这个未来在发展城市观光 有山有海的一个特色有很多这个值得跟法国学习的地方 好像法国Provence那边包括Kantz、Nice还有Santo Bay 那几个地方其实都让我们在基隆的城市治理上 有的很多的灵感 包括我这一次在这个避沙渔港的这个游艇码头的招商 透过都市设计的改变 增加了数千坪的这个饮食零售观光的空间 就是来自于很多西曲南法跟游艇相关的一个观光经验 所融合出来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认为基隆未来这个如果要更在地要更国际 我想跟法国结盟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想基隆一直都在变得更美、更好、更好玩、更有爱 也欢迎大家都邀请我们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基隆玩 但是重点就是来玩一定要消费 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的用心策划下 各项主题活动让民众仿佛置身巴黎街头 可说是一场精彩的台发文化体验 记者黄日生、陈淑平、基隆报导